四月份是国际导盲犬月 成立十年的台湾导盲犬协会 今天走上街头宣导认识导盲犬 协会表示十年下来 算社会上逐渐认识导盲犬 不过还是会发生电加 甚至是工部门机关拒绝导盲犬进入的情况 带着导盲犬顺利走进百货公司 亚军说这几年导盲犬被拒绝的情况 其实又逐渐改善 可能以前时间可能会有大概六间 八间左右会拒绝 那现在可能只有六间 对渐渐的有比较好 拒绝的家数从八家减为六家 这个减少听起来距离被接纳 还是有一大段距离 因此持续宣导认识导盲犬 还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 出了台北出了高雄 很多外縣市的确是导盲犬主人 或者机场家庭去餐厅去店家 还是就是会被拒绝 目前国内有三十八只导盲犬在工作 台湾导盲犬协会 这边还有六十二只正在接受训练 家住台中的林先生 担任导盲犬的寄养家庭 明眼人带着导盲犬 出入公共场所 遇到的困难更多 甚至市政府的警员 都会不是很认同 这个导盲犬 因为可能也许以前没有碰过 不过训练中的导盲犬 就是需要这些寄养家庭 带着狗狗走进人群 适应环境 之后才能当盲人的眼睛 导盲犬协会表示 训练一只导盲犬需要 志工寄养家庭及八十万的费用 这些都靠社会大众支持 导盲犬不只是盲人眼睛 就像亚军说的 导盲犬带给他自信 也改变他的生活 协会认为 这就是导盲犬最大的价值 记者许跟子林志坚 台北报道